來看最近花蓮街頭出現了很多大型的黑色看板 可以看到上面就寫著下架民進黨 然後署名是國民黨黃榮華黨部掛的 另外花蓮縣議長張俊今天同樣掛了一個大型的看板 而且在媒體刊登半版的廣告 相信情況我們連線記者黃雨婷 雨婷請說 好的 主播多個畫面可以看到花蓮街頭高掛黑底紅字看板 上頭還清楚寫下要下架民進黨 而另一頭五黨籍的花蓮縣議長張俊也以同樣的模板刊登 不過上頭的文字則是改為要下架現任國民黨立委副昆奇 而民進黨黨部也有最新的回應 國民黨在花蓮的選舉中往往都透過很大量的抹黑文宣 還有大的看板 企圖要來操控選民的情緒 製造對立仇恨的氛圍 國民黨的三波自信中幾乎全部都是假信息 另外也有民進黨的支持者特地在綠營候選人的競選總部 送上五個開幕花籃 上頭分別寫下換掉復昆奇五個大字 更署名自己是絕型的花蓮人 隨著選戰越來越接近花蓮藍綠兩黨 分別出招大打穩宣戰 以上是目前為您掌握到的最近消息 時間盡頭交換彭內主播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靜善靜美靜好新聞